好 然後 接下來 好 所以接下來 造的血球當中 因為白血球當中 其中有一個小類別 就是所謂的黎巴球 你是從它的名稱上來看 這種白血球專門主要是 放在黎巴系統裡面 那黎巴球呢 又有兩個主要的小類別 這個小類別呢 第一個是黎巴球 黎巴球如果要成熟的話 它一路可以在骨髓當中 然後被誘導 然後分化到成熟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在細胞不斷的分裂 分裂出去之後 如果現在是要是增加白血球的話 它就留在骨髓當中 引導它走向成熟 之後再轉移出來 進入黎巴系統裡面就使用 如果現在是要造T細胞的話 T08球 它必須要在原始08球的階段 在裡面轉移出來 然後進入熔線 熔線是一個掛在心臟上方 就是假設心臟是主動脈的話 大概是掛的樣子 好 那提供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就是呢 它可以提供一些特定的細胞基礎 加點是細胞基礎 跟以前講的基礎的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之前講的內科密的那個基礎 通常是 有點是遠距離的 比如說腦瘤線對腎上線皮質會產生影響 腦瘤線在上面 腎上線皮質在下面 距離那麼遠 內科是一般 我們所談的那個 一般你們所熟悉的內分泌系統的概念 那就是事實上我們身體內呢 它有一些化學物質 它的作用是 細胞之間共同的工具 所以通常會刻印加列物質 這是細胞基礎 那細胞基礎呢 胸線裡面的細胞基礎呢 可以提供T細胞成熟 所需要的刺激來源 那所以當原始淋巴球 會轉移到那個胸線裡面的時候 它會在胸線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能夠提供的資源的關係 然後能達成成熟階段 然後接下來因為胸線本身 就是屬於淋巴器官的一種 所以這樣的話 它就順勢進入淋巴系統裡面去使用 那其實胸線它不只是提供那個 刺激皮細胞成熟所需要的條件 它還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平管 但是我們發現通常 你那個原始淋巴球 原始淋巴球進入胸線之後呢 並不會百分之一半 通通都被丟出來 只要是那種未達成熟 或功能不完善的 就是品質不好的 基本上都會被碳掉 那這個胸線其實還蠻高的 就是一般的說法是恐怕你一百個進去 看有沒有二三十個可以出版 所以這個也突顯出一件事情 就是T細胞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它很精準 能力很精準 因為將來呢它要啟動那個免疫反應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就像指揮官一樣 如果它的能力有問題的話 那將來在整個免疫反應上面來說 它可能沒有辦法有效的指揮 這個其它的白血球來一行而做 所以這個T細胞的瓶管 基本上是特別嚴格一些 好 那所以胸線呢 基本上參與T細胞的成熟 所以算也是一種那個淋巴器官 然後接下來 那個 那個第三個 然後就是皮膽的部分 我們四個字 我們四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幹嘛寫這個啊 接下來 皮膽 東西又沒種很對 好 接下來 皮膽會在腹腔裡面 可是它又不參與那個小碼 所以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其他的功能 我們把皮膽剖開之後呢 就發現裡面呢 它會有一小區一小區域的顏色分數 那大概呢 依照顏色可以分成兩個區域 就是白紙跟紅紙 比較白 顏色比較淺的部分 然後跟比較紅的部分 那 顏色比較紅的部分之所謂紅 是因為 呃 這些小區域 就是 它是凌晨跟布的 不是等於一大片的樣子 那之所以顏色會比較紅 是因為這邊會有比較密集的 比較密集的 對 所以那個區域 小範圍而已 基本上顏色會比較深 比較紅 那白紙之所以白呢 是因為 那些 小區域當中呢 它有比較密集的 有比較密集的 那先談它在 心血管這個部分的 參與的功能 一個這麼大顆的內障 一直大約是在身體比例來看 對不對 好 所以當血液進到皮章之後呢 皮章內可以提供 蠻廣的空間 給血液去使用 所以它會 也有類似那個效果 就是說 我今天血液進來就要出去 事實上它會有點延遲 那另外從角度來看的話 我當初從某一條動脈 然後進到皮章 然後這時候呢 突然進入一個 比較快的空間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呢 可以創比較多的血液 那皮章主要是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構造上來去達成一個目的 減緩協議的留住 讓它有機會去檢查血球 所以 這個技巧主要是 因為它要去檢查看看 有沒有那一些 已經不堪使用的 那是血球 比如紅血球 寫小板這些 因為 寫小板的話 一般來說 它的使用期限可能 只能一到三天左右 月月 那紅血球沒有細胞盒 大概只能活差不多一百天左右 這是大約數字 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那它總會有到 不堪在使用的時候 那誰去做這個回收的工作 其實這裡建設到兩個構造 第一個就是皮膻 第二個就是肝臟 那肝臟做的那個部分的事情 其實我們當初在那個哪裡 消化細胞那時候已經提過了 有沒有 剛剛不是可以代謝血紅素 有沒有 所以它其實整個 下紅血球它就走兩道手續 第一個先把細胞瓦解 然後再針對那個細胞裡面 那個最關鍵的那個成分 就是血紅素 然後看要去做氧化 然後形成代謝 對於這個工作 那後半段那個處理的部分 是乾淨的處理 那前半段到底誰做 就是那種 那因為它要做這個事情 它需要血液流速變得比較慢 它才有機會去做檢查 那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它會有決定 所以血液從進去到出來 這好像可以稍微做一點控制 我可以控制進去到出來的 這個相對的時間差 所以有人把這件事情 把它形容為 它有在做一件動作 叫做雛形 對你看那個皮膽破裂的時候 其實還蠻可怕的 因為這邊微血管 這麼密集的情況之下 然後皮膽痛血身體其實也不多 所以有時候你皮膽破裂的時候 其實血一直在流失 但你又感受不到那個受傷的這個情況 所以有些人那個 那個皮膽破裂 他也不自覺 然後可能隔天的時候 就因為內出血 然後就掛了 就這個原因 所以你掌握它的除血 這個可能是一個附帶的功能 這邊比較重要的是 他應該是要趁這個過程當中去檢查 那個氣球 就是量好與否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重構當面去看功能 它現在有很密集的微靈管 對不對 那淋巴管基本上呢 基本上等於是淋巴系統管線當中 它可能要提供像淋巴球 然後有另一個作用的這個產作 好 所以 雖然皮膽自己本身呢 它並非是我前面講的淋巴結 淋巴結有自然 它自己的構造的特色 可是你把皮膽破開之後呢 這密密麻麻的管線 一樣 我可以讓那個淋巴液的流動速度變慢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地方如果我再安插一些適當的這個白血球 比如說淋巴球 或者是其他大片白血球 那我就可以去做跟淋巴結很類似的事情 好 所以 它的功能面 如果你要講 它白血的部分 功能面的話 很像淋巴結 它的工作方式很像淋巴結 它自己不是淋巴結 所以 不管它在心血管這個地方 還是在淋巴系統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重要性 好 所以 這是提到的部分 這樣的話 比較知道說原來它在 血液循環跟淋巴系統這個部分 就有雙重的重要性 那這樣的話 這些整個淋巴相關的構造 我們就可以把它大概分離下層級 然後 其中 骨髓跟胸線呢 都跟這些防禦細胞的產生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初級淋巴器官 然後 接下來呢 像脾障淋巴結編桃線 這些呢 都是執行防禦工作的關鍵的產所 主要的產所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執行防禦場所的部分 叫做刺激淋巴器官 這是從器官的整體來講的 如果你從組織 比如說如果你要講那個刺激淋巴組織 初級跟刺激淋巴組織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深入可以去談的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就會遇到一個叫棉墨組織 它的層級知道組織還不到器官 所以這些是挑比較明確那個 就是明確物體 器官等級的 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在工作面來講有這樣的一個區分 這樣 所以構造上的部分大概就到這邊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 那你要用這些資源去執行防禦的工作 所以我們身體的防禦工作 到底有哪一些要做的 然後要怎麼去去區分 因為防禦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所以你要做一個有效的分工 然後還要合作 不只是分工還要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先看最下面這地方 一種防禦工作就是說 你利用你身上現有的構造 跟資源去做防禦這件事情 因為是用你身上現有的構造 所以上皮膚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如果想要攝取養分的話 有消化系統處理 要取得氣體的交換的話 基本上有呼吸道在處理 所以如果你任何東西想要從皮膚這地方 測到人體內 這個管道覺得不正常 我不管你是病毒還是細菌 反正你要走這個管道入侵 基本上 那我就得幫你擋下來 所以我就是用你身體現有的架構 去做防禦的工作 所以我不是針對你病毒而設計 也不是針對你細菌而設計 就是你只要想要走這個管道的 都對我們人體視位是不正常 所以這個會掛上一個字 也叫非專性 我沒有針對特技的對象 但是因為你這個管道 就不是正常的 然後應該出現的 你知道懂嗎 所以細菌我會擋 病毒我會擋 你其他維生我照樣擋下來 那不管好的壞的 反正這個管道真的不正常 所以呢 它沒有針對特定的對象 叫非專性的防禦 利用的是你身體的現成的架構跟資源 OK嗎 好細節再來看 那另外一種呢 LB細胞跟T細胞所參與的防禦呢 就非常明確 就是說我今天對付細菌跟對付病毒的方法 就不一樣 等到我對付病毒的時候 我還得看你到底是哪一種病毒 因為今天對付A病毒是用這個方式 到B病毒的時候 就可能會換另外一種方法 所以它會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 那這種防禦呢 我們一般就把它稱為專一性防禦 而且很明顯的特色是 它必須遭遇了你身體才會出現這種防禦的能力 所以它有非常明顯的後天形成的特質 而那些你身體與生俱來的這個構造當中 就可以執行的防禦工作 我們有時候會隆同地把它講 這是屬於限天性的防禦 然後呢 由B細胞及細胞所執行的防禦呢 叫做後天性的防禦 漂亮嗎 所以先從身體的構造面 我們前面講的一大堆領巴系統的構造 其實就在談一部分這個問題 就是為了做防禦 你身體總是要有構造面去配合 所以那些利用身體基本的架構 所執行的防禦是非專一性的 那需要刺激然後才會發生 這時候那個就是後天性 所謂專一性防禦 所以專一性防禦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明顯的差異性 因為每個醫生當中會遭遇的這些病原體 不盡難相同 有些人一輩子可能都生活在很乾淨的環境當中 對不對 那只要比如說 比如說像很明顯的 一些那個 幾乎沒有參加過這麼意外的活動 那一次在野外的時候碰到一些 也不是真的是這樣 只是說野外環境畢竟比較多嘛 比如說包括什麼草鋪掉的 都會有船穴等等這些 然後那個什麼 有時候有一些大型的住宿 有沒有 像以前舊鍋潭那種大寢室 然後一間三次二個人那種 有沒有 枕頭六十四顆人不打的那種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機會到最後的 那有人一睡 對不對 光躺下去三分鐘之間就開始這裡癢 那癢 有沒有 然後整個飯一個晚上還沒有辦法睡 就是 你說 沒有洗嗎 就還好 就是可能稍微調查一點 可是很敏感 那有些人呢 就是 比如說樹上也睡 然後那個路邊也睡 什麼地方都可以睡那種 對不對 所以到哪邊睡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這種 真的 所以這個 有時候你一天 醫生當中接觸的環境的不同 大概會在這個地方造成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性 後天的防禦所形成的 可是因為我們身體的架構實在是太過複雜了 你只利用這樣的非專業性跟專業性來區分 在討論上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 如果我們在 針對我們身體的這個現有的資源當中 再去稍微區分一下 那這樣的話 討論上會更方便 所以我們把非專業性防禦才分成兩道防線來看 第一道防線 簡單的手法 你身上只要是 能夠 或輕易 能夠跟外界環境接觸的第一道的細胞 它一定要去做防禦 不管它運不運 不管它有其他的功能 它一定要去做防禦 所以你皮膚 對不對 那就很倒黏 它就位在最表面 對不對 所以不管說 它可以 分泌汗液 對不對 汗液跟那個 體溫的這個調節比較相關 對不對 然後 分泌皮質 對不對 這個油脂基本上 不是為了保護我們皮膚表面的健康狀況 對不對 好 所以不管它再有什麼樣的其他的功能 它就是要去做防禦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再把那個 那個 我們身體現有的這個組成當中 那一些 現有的 直接跟外界很容易接觸的這些部位呢 形成的防禦功能 叫做皮膜屏障 好 那皮膚很容易看得到 可是問題是 除了皮膚之外 我們身體它有幾個部位 很容易跟外界直接性的接觸 你呼吸會不會結出外界的東西 你空氣當中的粉層 微粒 對不對 黴菌的包子等等 是不是會吸入 對不對 要不要防禦藥 但很不幸的是 因為你的皮膚 你的皮膚基本上呢 它還要附帶有點那個做防水 對不對 到呼吸道呢 呼吸道我們講說 它為了要做氣體的交換 所以呢 它幫空氣潤濕過濾 對不對 那手上的工具沒有像皮膚這麼好 好 那所以病從口入 你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當中 你會可能有一些病菌 可以解決嗎 所以你看 呼吸道 消化道 再來 尿道感染 尿道感染等等 對不對 所以從呼吸道消化道 泌尿生殖道 這三個部位 雖然是落在我們身體內 但它們跟外界接觸的機會太頂蠻 所以把這個部分切割出來 稱為皮膜屏障 或者叫皮膜防禦 那你把它當成是一道圍牆 當這道圍牆被突破之後 因為你就跟這組的防護 其實還是有一些意外 然後它受傷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再來是有一些病菌 它的入侵能力比較強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見得 能夠在這個地道圍牆的地方 就把它擋下來 所以 地道如果擋不下來的時候 那我們從生 剛才講 利用我們身體現有的資源 你看它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做呢 有 第一個 想辦法 去招來很多打仗的使命 如果那個地方是一個入侵或感染的部位的話 你要趕快把白血球引入到這個部位來 這邊都已經入侵了 然後負責打仗的是白血球 對不對 所以白血球再不進來 這樣很可以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白血球引入 那白血球進來之後 是最終能夠解決這件事情的關鍵 是在清除 所以它還是做清除這個動作 那這些都是利用現有的 也通通都具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不是針對你細菌或病毒來的 你都已經入侵了 那就是不正常 我發現也不是屬於我們身體內的物質 對不對 所以就應該要把你對付掉 所以利用一些現成資源去做的 那有時候如果當這個 這件事情它 這個病毒或細菌 它具有獨特性 它規模太大 然後第二道環線有時候 會去找第三道環線的 B細胞或T細胞一起做 所以二、三之間 基本上是常常都能做關係 所以我要統籌所有的展力 去把這件事情進去 所以一般來說 當扯到上面這個 一、二、三道環線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專一性防禦 我們按照可能發生的前後順序 都要講一、二道環線 然後這時候呢 那個專一性防禦呢 就會為了第三道環線 然後你比較容易 會被這個順序給弄 就是綁死了 就好像永遠在防禦這件事情 我就要遵取步驟一、二、三、四 重要的事情是這件事情 要不能夠解決 一、二、三真的是為了教科書 討論的方便性 當然經常性也有這樣的一、二、三順序 可是如果一、一跳到三 可不可以? 可以 那為什麼二、三之間 常常幾乎是同時發生 主要原因是他們是合作關係 所以不要被這個順序完全綁死了 你可能要稍微有時候要靈活一點去想 解決事情 這個目的最重要 至於我要動用到我們身體 什麼樣的資源 這個再說 再看看當下 我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去利用 所以你討論下面這個分類方法 或上面這個分類方法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看你要從什麼觀點去看而已 好 所以我們先看那個皮膜屏障這個部分 這個皮 那你一般通常是用來指皮膚 皮膚表情這個地方呢 皮膚組織呢 通常如果做在表面的話 大致上會排列緊密 好 這就是在構造上可以做得到的 那除了排列緊密 這樣也不夠 如果你能夠再做得更完善的話 那就更好 所以我們呢 皮膚的表面呢 可以分類角脂層 對不對 角脂層是角脂蛋白所形成的 好 這種成分呢 一般的病菌比較不容易去突破 好 除非火屬的 就是擦傷、刀傷等等 好 所以這時候 這地方呢 就形成一個脆弱的攻擊 這樣 但平常的時候 只要它的架構完善 其實它可以防堵很多病菌的路線 好 這樣講 它連架 因為現成的 你本來我們登陸之後 在陸地上生活 就是需要這個防護層 那也因為這個防護層 附帶的價值 就是它可以擋下很多的病菌 好 所以又便宜又好用 這是現成的東西 相對來說 不是皮膚的部分 因為皮膜 所以膜是什麼呢 是指黏膜組織 等一下要講的 好 那個膜是指黏膜的意思 很多地方就不適合角脂層 比如說呼吸道 根本就不適合了角脂層 對不對 它就少了這個很便宜又好用的工具 好 那皮膚除了說 我利用角脂層來做防護 畫素 所以因為角脂層是一個防護層 有沒有 所以那個現代人才會以前的人 根本沒有這種需求 現在人多一個需求 就是去角脂 有沒有 就是為了皮膚用力一點 好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看最近那個百貨公司 那個中年慶 然後如果你去逛百貨公司的話 你可以去那個化妝品專櫃 去給他體驗一下去角脂 到底在去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體驗過的 去 然後你手伸出來 他可能就幫你搓 你搓搓 看看那個角脂 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好 所以 有時候你大概三個禮拜一個月 去一次角脂 可能還OK 對不對 而且有人聽到我去角脂 那個皮膚會比較嫩一點 對不對 所以一個禮拜給你去個兩三次 這樣子 所以以前那個案例有沒有 那個臉去好多次角脂之後 那整點 整片感染 你看 角脂那個地方 某個地方有一個臉 變得比較脆弱 然後不小心又被感染 這一定很倒霉 他是整個把那個臉 或者是皮膚這邊 然後角脂去去 就變成是大規模可感染的地方 對不對 那已經比較痘痘了吧 那個 這是 輕微一點的是一點一點紅紅的 但那是整片腫起來的那一種 你可以選一下有沒有 對啊 有什麼必要一定要 用銀利北跑跑到這種程度 這樣子 好 所以去角脂肌去過頭 那個很重要的防護層 好 角脂因為會造成皮膚粗糙 是因為它是堆的 我第一次分泌的時候堆一層 現在是在分泌的時候呢 從底下上來又堆一層 好 然後之後呢 再繼續分泌 那最表面的那一層就很倒霉 它會離細保越來越遠 對不對 然後它會直接附在空氣當中 所以它就會表乾 它可能會破 會剝落 這樣子 所以那觸燒來源是這樣子 好 可是你看現在有很多那種清潔用品 有沒有 包括洗液的 事實上 你那個洗一洗之後 就已經可以把表面的皮膚 差不多可以把斑駁的部分清除掉一些的 大部分其實應該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去去教師吧 好 所以皮膚除了這個工具之外 那難道沒有其他的特性嗎 這些廣告上也常常講的 就是皮膚不是呈現作為酸性 那我們用一個很粗糙的說法 你想想一下 假設細菌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類 一種一類是喜歡鹼性的 還有一類是喜歡中性的 另外一類是喜歡酸性的 另外一類是喜歡酸性的 已經是既定 它就是弱酸性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排除那些 比較喜好是偏中性和偏減性的 他們比較不喜歡這個環境裡面的生活 不管怎麼樣 我至少已經拆選掉一些 微生物不會比較不容易在我們皮膚表面出現的 那實不實在說 就是 所有生物總是有一些他喜歡的環境 那因為我們皮膚表面的環境 已經是一個限制的 那所以呢 這時候就可以讓部分的微生物 比較不容易在這裡感發生 這樣OK 然後再加上 你說那純粹這個特質 就可以阻止很多病菌在皮膚上面出現嗎 也不僅然 你看你分併了汗液 汗液某種角度 是不是也是排泄肥物 對不對 裡面水分他們很多 可是裡面的電解質的 種類濃度 真的是微生物需要的嗎 這不一定吧 然後汗液當中 是不是也有那個尿素的出現 對不對 那尿素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排泄肥物了 那你說真的說 微生物都喜歡這個嗎 看來應該是否定的 所以當一個環境的條件 就是固定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生物想要生存 他會去做選擇 欸這個環境 OK 那我就在這地方生活 不行 那我就不要了 對不對 所以至少會出現在皮膚表面的微生物 我們已經篩選掉很多了 好那再來一個問題 難道 所有出現在皮膚表面的微生物 都會致病嗎 致病有兩個可能性 一它本來就有氫胎性嘛 對不對 二它是疏癌很多 然後呢它需要有很多資源嘛 它不是真的刻意要去侵害人體 只是說因為它生存的需要 所以這時候呢 它還是會用到我們身體的一些資源 那如果因此讓我們生病 這個基本上也是一種制病的方式 好 那所以 皮膚表面的分泌物 剛才講的 汗力 然後油脂 油脂一聽起來養鈍 問題是 那如果你皮膚油脂 比較豐富的情況之下 維生物喜歡這個環境嗎 看來也不一定 所以 利用這些剛才講的 現有的資源 對不對 這是本來就屬於構造上的特色 然後能夠做到防禦症的事情 OK啊 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 那所以接下來 皮膚之後就是黏膜 黏膜 黏膜組織 它的層級直到組織 然後幾乎都落在表面 就剛才已經講過 這幾個部位 都有黏膜組織 就是呼吸道 然後消化道 好 密膜跟生殖道這個部位 一般我們會合併在一起講 好 那所以你去看呼吸道 我們剛才講的 為了要執行呼吸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空氣基本上 進到我們的肺之前 是需要經過過濾 潤濕的 所以呼吸道的表面 必須要保持那個潮濕狀態 所以它有分泌功能 對吧 那因為要分泌 所以像早智症狀勾到 適不適合它 就不適合 那所以少了這麼便宜好用的防護層之後呢 你看呼吸道的這些感染性的疾病 是不是蠻容易發生的 就是這樣子 那有天生上的一個特性 使得它就變成是一個 比較容易感染的部位 但是 但是就是 天生缺陷算是有了 那你總是要加減 你盡量去做一些 我們要避免感染這個事情嘛 好 所以我們當初在講 那個氣管支氣管 不是有鮮毛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能夠在那些 空氣的塵埃粒子 或者是黴菌包子 一沾附到氣管或支氣管的時候 然後趕快利用那個鮮毛 開始擺動 那慢慢推推推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推到那個呼吸道 我們覺得後頭這個地方 變得很彈 對不對 所以彈 我們不要說它其實是一個 排除那個 出現在呼吸道 的一個役物 就是這個方式嘛 所以在它入侵之前 我就可以開始做清楚這個動作 那哪怕它入侵了 那下面實際上有空降 實際上可能還有第二道防線 準備整個幫忙 所以 這時候呢 當然比如說彈 如果顏色比較淡 純 那一點偏白色 那表示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有一點些微的顏色 那可能表示 它曾經已經開始入侵 但是 幸運的是被我們解決的 那我們還是把這些 發生戰爭之後 殘留的這個物質 然後把它上退 所以彈的顏色會比較深 你看 好 那它手上的工序不多 那總是還要做 加減要做一下 你不能放在說 這個地方變得是一個入侵的重點 好 然後 那個消化道的部分的話 對不對 消化道我們之前就講過 你到胃這個地方 至少有一個很方便的一個環境 因為 胃的胃蛋白酶 它需要強酸的環境 才能夠作用 好 所以我們的分泌物裡面 就提供了強酸 那既然是強酸 也PH10可以到2到3 對不對 所以 除了可以提供 微蛋白免的活化環境之外 那我可不可以 乾脆順便利用一下這個酸 就營造一個很強酸的環境 那就可以阻止很多病菌 在這個地方出現 對不對 甚至因為是強酸 所以很多病菌到這個環境裡 之後呢 真的是刻意被強酸給破壞掉 對不對 好 但你說 這麼酸的環境 到底會不會還有微生物存在 以前覺得 嗯 應該蠻難的 後來發現還是可以 對不對 所以那個 引起胃潰癢的那個 優門螺旋感菌 有沒有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發現 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因為後來那個胃潰癢的治療 幾乎快要變成是說 欸 你有胃潰癢 來 抗生素回去試一下 三到七天 然後就搞定了這樣子 對不對 以前胃潰癢多殘酷啊 你要先剩一條那個管子有沒有 先剩一個內視鏡進去 然後到那個胃腔裡面 然後呢 弄那個胃視鏡裡面的小手術刀 然後在那個傷口在那邊 尻尻尻尻尻 以前看你那個皮膚有一個傷口爛掉 然後自己拿一個消毒過的手術刀 然後自己去刮傷口一樣 對 那這件事情在你的胃裡面發生 所以我覺得那些以前的人 就如果都白癌內刀了 那些很殘酷 欸 內臟的痛是深層的痛 對啊 然後你會在那個傷口上面 然後這麼做清楚的動作 就覺得 那是有折磨嘛 那光插那個管子 在這個地方又卡卡卡卡卡卡卡進去 然後接下來踩到胃腔 好 所以 呼吸道消化道 基本上都有他們利用現成的東西 來去做的事情 那 滅尿生殖道的話呢 一般來說 像尿道它是比較成 就是說 壁索 就是它是用空間上的狹窄 一般比較能夠阻止那個 病菌入侵 對 如果 因為那個 尿道口 不解而感染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深層道它用的是 類似皮膚這個環境 就是肉酸 所以 因造環境偏酸 其實也是因為 我要刻意去營造出一個 大部分的衛生紋 都比較不喜歡的環境 好 那除了這些工具 看起來真的很弱之外 那沒有一個可以 嗯 稱得上比較檯面 然後 然後功能性好一點的 就是這個 像我們類脖液跟碳液當中 有這個 熔菌 看得知道 幹嘛 主要是對付細菌 然後呢 它可以去破壞細菌的細胞壁 OK 對細菌像這種單細胞來說的話 細胞壁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防護抗照 如果你能夠讓它的細胞壁消失 沒消失也沒關係 我們讓它的細胞壁比較薄弱 白血球要對付它 就容易多了 這個戰力會落差很大 所以我們以前在講 那個細菌 有沒有提到一個東西叫 夾膜 像夾膜也是一樣 就是 如果是同一個菌種 然後呢 它分成有夾膜跟沒有夾膜類型 我們就發現那個沒有夾膜的戰鬥力 其實相對弱很多 有夾膜的很頑利 你們白血球要對付 有時候才不覺得會打贏 對 細胞壁也是一樣 有完整的細胞壁跟沒有 完整的細胞壁比較脆弱的 這兩個細菌的話 當然是那個細胞壁比較薄弱的那一隻 甚至是沒有的那一隻 比較好對付 那融菌媒到底怎麼融菌 它其實並沒有真的把菌給融了 細菌細胞壁什麼 它的功能面應該比較近似於 像我們的胃蛋白鎂 就是用蛋白水減鎂 可以催化蛋白子分解的小數 那胎聚糖那個抓這兩個字 胎 什麼意思 胎屬於蛋白之類的 糖 沒有問題了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這樣子 想像有很多長線條 多糖 那它們大致上是平行線條 OK 所以你在這個方向上呢 它撐得住 可是如果你是這個方向上呢 它會比較鬆 所以我如果能夠在這些平行的長線條之間 再連一些短線條 那吃就變成一個比較複雜的網子 OK 所以糖它其實是小蛋白 它利用個胃素的氨基酸 去把糖、多糖分子之間 再把它補強這樣子 所以你要把這些地方剪掉 這細胞壁就會比較鬆散 你看 重點是在破壞 所以沒有這個溶菌的程度 當然用的這個詞是 再告訴你說它是主要是對付細菌 所以這種東西拿來對付病毒 大概就沒什麼太大效果 對不對 其實病毒的表面是那種小顆粒的蛋白質 然後去堆 那會很紮實這樣子 所以要對付病毒 其實更簡單的方法搞不好是加熱 加熱的話 就讓病毒架構基本上可以瓦解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身體的第一道層次當中 所擁有的可以做的事情 所形成的皮膜屏障 這是所謂的第一道螃蟹 這邊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好 這禮拜三 不然會跳到禮拜五 啊禮拜 有沒有吃到禮拜五到底要幹嘛 兩天喝到要看不幹嘛 五六姐就拿去紀錄館那邊 以上 這些事應該就是最清楚了 我今天要看幾天 哈 看不看兩點小時喔 阿可是它不是兩點多才來 整個小星客 不是 他們來的時間好像已經是兩點了 好,接下来快速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之后 一般来讲 你再怎样的干净,理论上都难免还是一些物体的表面 应该都会有一些微生物的存在 数量多少会出现的种类是什么 所以微强被破坏之后 那接下来那就表示它可能会直接侵入到我们身体的处置当中 如果你这时候不在这个入侵的部位呢 即时把它解决,那你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方式,然后先讲 就是说严重的情况 如果它接下来进入协议 然后在协议当中,它也没有被阻挡 所以顺着协议群团,它下一步就会有可能回到心脏 对吧,到心脏之后的问题应该就更严重了吧 你本来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单一管道 回到心脏之后呢,等到下一次体群团再出去的时候 请问题是,等于是把这个细菌给伸伸到全身去 那问题是不是就更严重了 好,所以你们要想说,如果现在入侵的话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通常讲说 你沙口要及时处理 沙口这个地方及时处理 它入侵协议的比例基本上就降低 有时候数量也是有问题喔 如果你只有小猫两三次进入协议 对不对,我们的斑血球轻松就把它应付掉了 如果你现在是大胺的细菌或病毒进入到协议 大胺膜感染,对不对 我们的粘力不见得一下子能够提升到这么多 所以入侵之后呢,接下来总共有两个问题要做 第一个,这个地方呢 血管一般平常的时候会有翻血球路过的几率其实比较低 你去算一下,那个翻血球的指数五千到一万耶 你再仔细想想,这数字其实是真的蛮低的喔 那当翻血球的数量已经到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这完全就不夸张,这整个这一段的路线管子,比如说微血管 偶尔要看到一个白血球经过,其实还蛮难的 大部分其实我们都看到那个微血管,就是一堆红血球排排在 因为第一个,微血管管子蛮窄的 以白血球的体积来说,真的要接下来还蛮不容易的 第二个,以数量上来说的话 你要把白血球平均分担到全阵,这是一个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战斗力不集中 可是这里已经是伤口或是感染部位了 那请问,你这时候要不要赶快让白血球有机会进来 所以这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你要先把那个管子弄宽一点 不然白血球进不来啦 然后接下来想办法加速协议群伴 所以你要去加速协议群伴 整个去做,这样子 好,所以管子弄宽,然后想办法让更多的血液进入到微血管 因为这个感染部位基本上呢,主要应该都会有微血管 分泌,我能够让更多的白血球进到这个部位来 这个策略,策略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白血球进来之后呢 就要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如果它是一个病菌,然后把它吞掉 吞掉之后呢,再把它瓦解 对,所以后半段的事情就是在做清除 所以第二道螃蟹里面呢,它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怎么样去活络那个循环系统 那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扩张血管这个动作呢 是前面的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件事情呢,限制到很多的化学物质 比如说我们这边会介绍到两个,就是主治安跟前列腺素 主治安的功能呢,它会在主治细胞受伤的时候,然后被释放出来 那它可以去刺激微血管的内皮细胞 让内皮细胞把管子撑大一点 好,可是问题是,你是管子提供更大的空间 那血液要不要进来,其实你看看谁的意思 微血管的血液并不是由它片面决定的 微血管里面会有多少血液是看它前面的小动脉的手做状态 好,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再加上这个的配合,前列腺素 主治安只能刺激内皮细胞,使得那个微血管扩张 如果你现在要让小动脉能够送更多的血液进来 你要加强小动脉的手做,好,提高血压 让血液更容易进到微血管这个区域 这样考前列腺素,因为前列腺素会刺激平滑期 前列腺素会刺激平滑期,所以呢,可以强化血压 让血液更容易进到微血管里来,好,所以两个互相合作 接下来我们就会观察到这个感染或入侵的部位 血液流量增加,比平常还要更多,所以当你有更多的血液进来之后呢 眼睛看到的事实是这个地方会冲醒,对不对? 皮肤表面,对不对?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如果不是在散热 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你皮肤并没有非常明确是在有积极需要散热的情况下 你皮肤的血液流量是很低的,那如果现在这个感染发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地方感觉有灼热感? 因为大量的血液进来,你看得到这个地方比较红润 对不对?你感受到这个地方会有灼热感 这时候因为大量的血液进来,血液可能会带来一些温度 所以你会感受到比平常稍微更高一点的这个体的温度平滑 所以有组织来跟前列腺素所影响的这个效应 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这时候引起了红热这个症状 可是接下来血管扩张之后呢 因为微血管它使用了几个内皮细胞就做出管子 我们先用夸张一点,假设这个微血管总共只用了两个内皮细胞就框出管子 所以很窄嘛,好 那管子在这个方向上 你现在呢,让内皮细胞,那微血管整个管径称大 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你就只有几个细胞而已嘛 那做的管子它就是很窄嘛 所以它天生它的特性嘛 那你硬是要把这个管子称大结果 必然会导致内皮跟内皮细胞接触的这个地方 血液的这个地方会变得比较松 这空隙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你想象一下 你硬要把管子称大的时候 内皮跟内皮细胞之间我本来可以接得很紧密 这时候它会变得比较松 那哪怕微血管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不是就会有血浆不小心流失? 对,那你现在管子称大的时候 请问这个血管对于物质的流失的速率 是不是一定要会同步增加? 所以本来阻止液的形成是必然 那你现在因为管子硬被称大的时候呢 那个管壁的架构变得比较松散 对物质的流失速率必然会增加 所以会导致组织液的累积速率是增加的 好,可是问题来了 那个这里有一个相对的问题 组织液最后 当然我们会希望淋巴管可不可以回收 好,可是你的微血管在这边 组织细胞组织天气 然后假设只是为0.1 正常情况我们当然希望说 你这边流失多少 我们用长度来看 这边流失多少 我这边就帮你回收多少 对不对? 这样的话,提义的总量才能够平衡吧 那现在的问题是 协议的流失速率是大幅增加的? 好,可是回收这个环节 它有能力的限制 你回收这个环节 没有办法去同步提升它的能力 因为它的能力就是到这样子 那你的流失速度增加 所以势必会导致 组织液过度累积 伤口不会是不是很容易出现肿胀性性 你这个组织液 虽然有一部分细胞愿意帮你拿去用掉 但它体积还是有限 对不对? 所以它能够把你消耗掉的有限 回收的效率又绑死了 对不对? 所以组织液的过度累积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所以会肿 那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 因为肿胀的关系 比如说像我们的皮肤 皮肤从表皮到身皮这边 有触压、冷、热、痛 这几种受气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个地方的肿胀 开始去刺激到这些感觉受气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 一伤口这个地方 拿它里面去捧它 你也会知道 这个地方有伤口 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感觉 而这各种感觉当中 其中一个警告你这个地方 有异常状况发生的 就是痛绝 所以痛绝是一个警讯 所以当肿胀压迫到痛绝的时候 或者是甚至于搞不好第一时间 你那个刀伤 对不对? 特别深 有时候发现有些刀伤 那个划过去的时候 只有在很表面的地方 有伤口 好,就这样而已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对不对? 那有时候这一刀下得很深 第一时间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不然总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好,就是那个 可是有时候 这个就是 那种有时候受伤很奇怪 就是感觉上 明明是受伤了 可是怎么好像没有很强烈的痛绝 反而是另外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有没有? 你叫什么? 痒是什么? 痒是一种复合感觉 就是那个点 同时间有很多感觉受气 受到刺激 比如说有痛绝 但又混杂 那种什么压绝 可能又有那种热绝 那同时间受到刺激 然后这些感觉呢 一口气传到大脑这地方 大脑一时不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就帮你组合出一个 叫做痒 就是你的大脑会感受的事情 那以这边的状况来说 其实是多重感觉受气 同时受到刺激 所产生的复合的效果 就跟痒也是一样 痒基本上 你的舌头表面又没有痒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种 除了那个味蕾上面的 这个基本感觉之外 还混杂的痛绝 痒 痒基本上也是这种警讯 所以那个冬天来的不要痴太大 这样 这边有没有问题 就是那这样 약点 都把可能转到 就不失了 是 这边也有很多 有关系的